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日窝成一团不吃不喝 动物救援组织的志工得知这一个消息之后 立刻展开了救援 当时志工离小狗所在地比较远 就拜托住在附近的熟人先去救狗 熟人果然在消防栓旁发现了 这只驾齐齐的八个月大小狗 他的活动空间非常的小 孤零零的待在消防栓旁 看起来很可怜 熟人解开绑在消防栓上的绳子 齐齐表现得很害怕 幸好志工在电话中指导 熟人才获得了狗狗的信任 用毯子将他抱起来 并开车载他去兽医院 兽医表示 齐齐非常的虚弱 他又饿又渴 应该是被遗弃后一直都没有吃喝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他终于恢复健康 看起来有活力多了 齐齐非常喜欢兽医院的工作人员 汉蒂 每次看到汉蒂都会开心的狂摇尾巴 在兽医院的这段时间 齐齐几乎每天都要跟汉蒂求抱抱 现在他终于恢复健康 接下来就要去寄养家庭 等待被领养了 齐齐是一只可爱活泼的小狗 谁也不知道前主人 为什么那么狠心地遗弃他 希望他能早日找到温暖的家 以后的每一天都能幸福快乐 我是狗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